在经历了仅仅一天的短暂回谈之后 美股继续开启下跌模式 科技股再次遭到集体抛售 利空因素和恐慌心理笼罩美股 美国参议院周四 未能推进共和党瘦身版的抗疫刺激计划方案 以52对47票遭到否决 未能达到迈向程序化步骤所需要的60票 新一轮的刺激计划迟迟无法推进 令投资者感到失望 在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由88.1万攀升至88.4万 持续领取失业金人数也从上周公布的1329.2万 意外升至1338.5万 比市场预期的还要糟糕 数据突出劳动力市场复苏的不平衡 许多企业正在招聘或召回工人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宣布裁员和小型企业援助资金枯竭 数以百万的人仍处于失业状态 两个利空因素 令本就犹豫的投资者感到失望和惶恐 VAX恐慌指数再次上涨 空头卷土重来 科技股带头下跌 如果说一个多月前的科技股 是疫情期间涨势最强劲的 那么现在它就成了波动最大 最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